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5号星期日 大家好 在今天美国时间的今天中午的12点08分 川普总统发了推特 因为这推特有字数限制 所以是连发了两条 实际上是一条 这一条他们因为字数限制没说完 所以也是发了两条 意思就是说 在过去的10个月里 中国为500亿美元的高技术产品 偿付了25%的关税给美国 另外还有2000亿的产品 付了10%的关税 这些关税的部分促成了我们良好的经济结果 这给我们很多钱 那么从下星期五开始 10%的关税将提高到25% 就那2000亿的 从10%提高到25%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的3250亿美元的商品 还没有被征税 但是很快就要开征 而且一开征就不从10%开始 就直接从25%开始 然后偿付给美国的关税 对产品成本没有多少影响 大部分为中国来承担 他说所以让美国不要担心 他说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 但进展的太缓罢了 知道吗 他们现在试图要重新谈判 门也没有 这是川普的说法 他说他这上面没有准确的说日期 他就说星期五 对吧 他说的我看看准确的 对 on friday 他说到星期五 应该就是说的 应该就是5月10号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咱们不知道 就是说一个星期 哪一天算是这个星期的第一天 周日 周日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如果说下周五的话 那就是5月10号 还是就是说5月10号之后的星期五 我也搞不清楚 对 我也搞不清楚 那不过怎么着 反正现在普遍认为是5月10号的周五 因为他是星期日说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是星期日 比如说星期日说下周一 是明天还是到5月的13号 我觉得应该是到 就是下一个咱们 下周一 对10号是下周一 那明天的周一算是这周一 对对吧 所以他离间下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反正不知道怎么着 反正是个星期五 是个星期五 准确的说是这么说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还是非常的开心 实际上从去年的12月1号 川习会在阿根廷 当时好像是G20 他们搞了川习会 然后把1月1号要加征 当时的说法是 是1月1号就要加征 从10%到25% 然后川习会之后 说延长了 的三个月 延长到了2月底 三月初的时候 12月1号的时候 我当时做的一些节目 就说根本不需要 对不对 我说你30天能谈成的事 弄不着脱三个月 如果一个月你谈不成 谈三个月也是谈不成 你谈5个月还是谈不成 结果果然现在到5个月份 谈成了吗 还是没谈成 对吧 半年过去了 根本就谈不成 我就说你就给他30天 到1月1号 行你就行 不行 我这个一往上加10% 加到20% 对不对 再不行 再给你一个月 那么另外的3000多亿 全部加加25% 再过半年 再不行 所有的加到50% 就得你就只能这样 对不对 因为中共说的实在的 看来川普可能不了解中共 我觉得我是不要了解中共 因为当然了 我也得承认 我有责任 这个主意是我给中共出的 对不对 去年贸易战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说来向我求教 问我说 中共贸易战 对吧 因为金金南金探荣 他们说的很多 我说那都不行 都是狗屁 他们就问我 那你说应该有什么办法 我说就一个字 托 就是托 没有别的 对不对 中共现在果然就中了 我托字诀 是不是 我就告诉川普 中共就是托了 从你来讲就什么呢 就是不让他托 对不对 你等一下 我把门关一下 因为他那是反光 特别明显 我把这 你看这 那马上那灯就看不见了 你知道 要不然的话 他经常有人说 让我能补灯补灯 为什么我不愿意补灯的 因为补完灯之后 你这个玻璃让他反光 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吗 他能补灯 是后面 他是一个 他是一面墙 才能补灯的 我在上面都是玻璃 我在都是玻璃 我怎么补灯的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人还有说什么 说你用偏光镜 我试了偏光镜 偏光镜只能把折射光弄掉 这种直接的 你不信你拿偏光镜 你照一镜子 你以为你拿偏光镜 一照镜子 你就消失了 是吗 那不是那么回事 你买一个偏光镜 你试一下 你就知道了 这种东西直射光 直接折过来了 偏光镜是弄不掉的 他只能把就是说 泛光弄掉 我买了偏光镜 我内屋就有 对 反正我们非常尊重观众的意见 相信这个光真的是折腾了好多好多 对对 我们不是不弄 但是他这个就不是一面墙 我再给你们说一遍 这是一窗户 你知道吗 好 说到哪了 说到川普这来 好 我就说对吧 你就不要往后拖 然后到了川津会 然后川普这大胖鸽子 被人放鸽子 从美国放到越南 然后干什么 行没事了 回去吧 我飞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从那天我就说 你就回来 你就狠一点 他就是中共在后面给他撑着 没有中共在后面撑着 金正恩敢敢干这个事 对不对 就这个星期了 行吗 谈成谈 谈不成 10%加25% 现在川普终于听进去了 终于到了 不知道是这周五还是下周五 反正是星期五 对不对 都可以 我都可以接受 只要就是说 不管是5天还是10天 我觉得都可以 这速度可以 而且也说了 就是说 这个不行的话 很快那320亿 那3千多亿 也要加到25% 这个真的 my boy at a boy 来摸摸头川普 太好了 兄弟 我早就跟你说 你早就得这么干 你知道吗 不过当然了 我也别吹牛逼 咱也得说实话 知道吗 如果像我这么干 可能也不好 我想那想 我想想 还是得帮川普说两句话 如果像我那样 就12月1号 就给他就顶到头 1月1号就加到25%的话 全世界都会觉得 川普谈判没有诚意 你知道吗 觉得你太好了 你不能这样子 川普又是跟民主党那样 退避三折 我先往后退一下 我给你一个30天 到了3月份 我等你退到4月份 4月份退到5月份 我给了你 我一退再退 一退再退 你最后还没有诚议 还没有诚意 我现在再给你加上去 谁也不能说我川普没诚意了 对吧 我给足你面子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还得承认 川普还是僵势老的辣 比我还更温和一些 我有的时候跟人谈判 就是说 我就着急 我就觉得你反正就是骗我 对不对 我知道就得了 我没有必要向全世界证明 对不对 全世界不能理解我 反正我知道你是骗我了 大家都说他们不骗你 人家真的有诚意跟你谈判 我说你们不要相信他 他就骗我 不要给他时间 对不对 大家都会觉得我不好 觉得我刚毕以自容 是不是 川普这么一退再退 全世界都看出来了 中共就是在拖 就是在骗 对不对 这样也就没有人说川普 不对了 这么来讲 人家年纪比我大了 比我温和 对不对 比我比我处理事情的处理的 更老道一些 不过你怎么着 你看我川普今天就回来了 就开始帮川普 帮川普摇旗呐喊 很好 但是很多人说 说你上次川军会之后 我就说就得中国狠一点 很多人就说的 你怎么那么愁衷 我真不是 我跟你们的观点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川普现在逼着中国 搞贸易谈判 世界中国不好 我认为不是 我觉得这中国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中石化中 中石油两个孙子企业 在这搞了这么多年 最后怎么着 油搞的质量那么糟糕 油价还那么高 为什么 就是缺乏竞争 你知道吗 一潭死水 对消费者是最不好的 知道吗 把市场打开 打开国门 就好像当年鸦片战争一样 我承认鸦片战争 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你也要承认鸦片战争 打开了国门之后 很多东西进来了 吸一吸药进来了 对不对 在那之前 我们相信的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白莲教 什么义和团 什么刀枪不入 病了之后不吃药 中国人就这么愚昧 我们永远都相信这种 就是说大师过来 李洪志一个脑袋病好了 眼睛瞎了 看见了没 对不对 长什么了 长什么恩怡就没了 你知道吗 就天天信这种东西 对不对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 对把西医进来了 对不对 但当然了 当时西医进来之后 很多人还不相信西医 你知道 那个时候就义和团时期 说什么 说为什么 那个时候 老外的传教士进来之后 他给大家传教 大家不愿意相信 你知道吗 就说红毛鬼子都是什么坏人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给你治病 治病他用西药 药道病除 的确确他有很多 那西药比中药 见效快 对不对 然后义和团就跟老百姓就说 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说他们不还收养一些孤儿 教会收养一些孤儿 他们说 他们把那些小孩 弄到教会里之后 把那小孩宰了 拿小孩熬药 为什么药这么有效 是拿孩子熬的 拿小孩熬出来 药给你们吃 你知道吗 所以群众就义愤填膺了 觉得这太过分了 把小孩熬了 给我吃 给我治病 就去围攻教堂 烧教堂那时候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也要 让号令阳火 阳灯 阳火电 都是原本认证之后 让西方列强带进来的 但是你也要承认 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是的确却带领我们 从科技水平上提高了 这一次也是 习近平同志说也不好的 小平同志搞了改革开放 对 习近平同志上台之后 不但不要改革开放 小平同志 比如说这个门 开了一道缝 其实开的不是很大 没有完全打开中国市场 你知道吧 习近平还觉得 这缝开了有点大 恨不得再和尚点 知道吗 我经常我就说 川普就是愣头青 过来 迅速要关门 关 一脚 你知道吗 踹的更大了 你知道吗 你说闭关锁国对中国好 还是打开国门 对中国好 后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还是打开国门 对中国好 我们的某一些企业 实在太缺乏竞争了 科技水平落后 然后挣着老百姓的 这种魅心的钱 有这些外资企业 进来了之后 会把外国的一些 比较好的这些药品的 你看 从加班生到现在 我们还是得承认 进口药就是比国产药 良效好 副作人还少 对 是不是 你到了医院 也是大夫就问你有钱 有钱用进口药 进口药好 是 国产药 反正你就可能 副作人大点 对不对 家属一看 那亲爹怎么办 大夫用进口药 我自己拿 进口药 可能就是说 抱的 就是说不那么多 有部分就以自费 对不对 当儿子怎么办 大夫用进口药 我掏 对不对 如果打开国门的话 有可能 就是说这些进口药的价格 可能就会降下来 一部分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美国 我们发现 你在美国买同样的药 没有中国那么贵 以前我们以为 就中国那个家 实际上不是 这个进口药 进的中国很多一笔 是因为 就是反正层层扒皮 你知道吗 如果打开国门了之后 让市场更好一点 我觉得最早在药的问题上 对中国就好一点 汽车的话 也会好一点 你像奔驰漏油的话 我觉得也是 现在竞争不够激烈 竞争如果再激烈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说 这些车企 就不敢在中国 这么欺负老百姓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说上次汽车漏油 这个女的坐在奔驰 奔驰车的车盖上来维权 引起社会这么大的共鸣 就因为很多人 都吃过4S电子亏 对不对 所以就引起来一个同仇敌开 对不对 都觉得4S电太坏了 这帮孙子天天的坑蒙拐骗 是不是 才有这个问题 如果能够打开国门 加大竞争的话 老百姓会得到一些实惠 我们的一些技术水平 也会提高 产品质量也会提高 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 不是一个坏事 所以其实我是支持川普逼着习近平 让中国的国门开的更大一点 甚至金融市场开开 或者比如说上什么 报禁的新闻媒体 有一些 对不对 能不能 就是说 我觉得在中国看YouTube 可以在中国看死动计 说到重点了 讲了这么几十分钟 就为了讲这个是吧 终于到重点了 对 就是说不能看YouTube 我也可以看死动计 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有网友拿我们的视频在中国放 放个我老婆讲英国文学的 不但把视频给我们删了 还把网友的照号给封了 你知道吗 有没有 我讲英国文学 我怎么了 对不对 你用得着吗 对不对 还有我讲什么 就是苹果的全家桶 也是删视频封号了 你知道吗 用不用这么狠呢 赶尽杀绝 是吧 我为自己说一下 不过 但是我们这两天得到的消息 我之前说过 Google要搞一个叫蜻蜓计划 就是说要在中国搞一个 给中国版的一个Google 但是最后这个计划 现在据说是夭折的 因为Google内部 现在很多的 就是说上万名员工 到Google总部 游行示威去请愿 说Google不能这么做 这个属于帮中共政府作恶 迫于舆论的压力 然后媒体也都跟进来 迫于舆论压力 Google现在官方承认 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计划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是吧 但是 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 YouTube对我们这些媒体 就是说把我们可以说 你想一共有20万人 加我们的顶约 当时我们好像是4万多 对吧 现在最近这几天又涨来了 最近讲涨到5万多 那时候4万多 他删了我们差不多16万 对不对 你说差不多就是多少 500% 对不对 等于就是20万 删了16万 400% 对不对 都被删掉了 最近可能大家都在反应 最近好一点让涨 但是很多人说是不是好了 根本就不是好了 我看了一下 涨的幅度跟以前还是不一样 他现在控制你涨的幅度 他不让你涨的 但是一点点让你涨对不对 但是钱上现在就是受影响 现在有一些反正乱七八糟就告诉你 你这视频不能加广告 什么不适合广告 是不是 我讲个圣经 不让我加广告 我都醉了 我不知道Google到底是在搞什么 既然你已经放弃了中国计划的话 你还对我们这些人搞这些干什么 是不是 好吧算 我怎么着 反正我还是支持 我支持川普总统这么做 其实这是我一直从去年12月1号 我就一直就喊这个口号 就要这样子对吧 川普现在终于这么做了 我非常支持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能理解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中文媒体 现在在忽悠你们 就说川普这么做 对中国不好 对中国有伤害 我觉得不是的 唱越来讲是好的 中国打开国门 不仅仅对中国的经济有帮助 对中国的这种舆论也有帮助 就是说松动舆论 松动一些意识形态上都有帮助 让这种西方的这种价值观 这种文明冲击一下中国 我觉得有利于中国整体的一个进步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 我觉得有良心的 然后有自我审判意识的观众 都应该支持这一次川普来 让逼着中国 就是说停止闭关锁国 因为习近平又 你看习近平搞什么闭关锁国 然后还搞什么国进民退 这都是在走倒退 开历史的倒车 这要回老毛时代 我不知道你们真的认为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没有经历过文革 对不对 我也没经历过 我也承认 但我爸我妈经历过 对不对 你没经历过 你家父母没经历过吗 你问问老人文革是什么样的 现在真的开历史的倒车 把国门又关上 像当年满清那样闭关锁国 对你有好处吗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应该支持川普的 这一次的逼迫中国打开国门 而且川普要求的 我觉得习近时代的 不算太过分 他要求就是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大家是平等的 完全就打开一个自由贸易区 对吧 好吧 我想我的态度 我说完了 对 是吧 我希望我不知道大家 还能不能同意 如果你还是觉得 我这样做不对 我也没办法 我也尽量去解释了 好吧 那这场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